3月27日是缅甸军人发动政变后平衡伤亡最惨重的一天 当日有114人被缅甸部队枪杀 博桑比克北部日前发生袭击事件 该国家国防部长星期日说 柏尔玛地区的村落受到武装组织袭击有几十人丧生 长痴号巨型货轮在苏尔市运河确展事件出现新进展 工程师星期一成功令货轮部分重新浮起 不过这艘船仍然阻碍航道 印尼警方星期一在贝卡西市进行突击行动当中发现了爆炸物 因为同星期日苏拉威西省望家石市教堂发生的自杀式爆炸集击有关 由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经营位于西咋瓦省的巴隆加连油厂星期一发生大火 当地官员说附近尊庄900多人已经被疏散 下期的话 103 oils 11 128 118 118 198